2014年王浩宇不是这样说的 他是我是中立人的脸书粉砖上面 直接呛房价太高了 他说桃园的房价翻倍成长 这在2014年 所以当时比如民党执政 他就说财团赚得饱饱饱 但年轻人却辛苦的工作 也买不起房子 可没有想到2022年的今天 是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他就呛年轻人 你买不起房子是鲁蛇 就算到国外一样也买不起 那这个是前外交官刘士杰 他是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他就说一个执政党政治人物 称买不起房年轻人是鲁蛇 不禁让人民怀疑 执政党与民意的遥远距离 所以这番话这番言论 在网路上也炸锅 很多网友在太痛骂说 你是蔡英文自己说 要让年轻人有房 结果你们现在呢 自己打不了房 反过头来骂百姓是鲁蛇 初大 我拿一个数字讲好了 因为我房价关心 从10年前开始就在关心 但这个中间台湾的房价 涨到太夸张 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计算了 我讲一个10年前的数据 Michael Jordan有听过吧 有 NBA史上传奇 他在芝加哥的豪宅 我当年帮他换算一下 他总共有9000多平 我只算他室内面积好了 那个时候 换算出来他室内面积 一瓶55万新台湾 我在台北这10年前 我在台北找到同样的价格 是在南京东路六段的办公室 你不要听王浩宇在那瞎掰 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懒得为了这个小人物 去重新再把NBA的这些人 住的房子通通拿出来 我跟你讲 在台北住100万的豪宅 你之前听到那个价格 人家可以在加州 去买一个上千坪的 而且还不算公社 因为他院子都不算 人家国外在卖房子 是只算室内面积 NBA球员住的那些房子 他的单坪价格 还输给你在台北市的房价 那我们这样讲 这个东西从10年前就这样 一直脱节到现在 我讲一个数字 我当年毕业第一份工作 一个月4万块 很多了 那个时候当时很多了 一个月就因为我比较贱 我很会谈 可是我那个时候一个鸡牌 40块 那所以我当时的薪水 一个月我可以买1000个鸡牌 现在你猛擦鸡牌 已经涨到一个90块 已经涨到90我还以为80 没有他又涨了 他今天涨第二次了 而且你如果用UberEase去 去掉的话95块 好那请问现在大学 刚毕业的毕业生 一个月薪水有到9万块 怎么可能 对那所以同样的 台湾现在问题就是房价 物价跟薪水完全脱节 你脱节的严重到 你去摆摊卖什么豪大大鸡牌 卖这个手摇杯饮料 你完全赚不回来 以前手摇杯饮料 在大赚特赚的时候 员工一小时薪水65块 豪大大鸡牌 以前那个店面不要说一年 半年就赚回来 现在没人啊 物价又高 鸡牌的成本一片 从30块涨到50几块 那我们这样讲 为什么王浩宇讲的东西 会如此昧着良心 是因为党不想要让你知道 你身在台湾 你一辈子没有机会翻身 而且只有像党的网红 我们党的那些 这个有知名度的KOL 他会踩着你往上涨 你现在一个月赚不到9万块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年毕业第一份工作 我可以赚到4万块 那这么多年了 你的物价已经成长到两倍 是 鸡牌变两倍的价格的时候 大学毕业第一份薪水 没有涨到两倍啊 所以政府怎么样在唬烂都是假的 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执政之下 你的房价跟你的物价跟薪水 完全撕裂的时候 年轻人不要想了 你根本没有机会 为什么你会从台北迁到新北 再迁到桃园 就是因为付不起房子 买不起房子 你其他不要讲 房子头期款30% 如果你是3000万的房子 900万 900万哪一个年轻人付得起啊 所以现在所有的制度 都在不停的复制复制再复制 然后原来有钱的人 一辈子有钱 原来没钱的人永远翻不了身的时候 你说台湾人多数有房 我没有啊 我全家都没有房子 那我要怎么样子告诉大家 所以我是台湾的少数人 那台湾房子每个人都有的话 所以他拿出那个84%的那个 台湾房屋自有率84% 那个数字的引用是不是有点问题 应该这样讲 第一个王浩宇讲的话呢 如果能听 租都会飞了 第二个如果硬是要解释的话 台湾是不是有很多人 不只拥有一户房 是是 我一户都没有啊 那你要怎么样 因为平均算了 对对对对 你也就被分到一户啊 所以我也有一个0.84的房子吗 就没有啊 你在那边瞎扯什么东西 何不食肉迷就是这样 而且你不要说 因为台湾人大多数有房 饿死很难 我告诉你 你去看看 是不是有人因为得了新冠肺炎之后 父子确诊 然后儿子把父亲丢下去 他一起跟着跳 张话不是还有 那骨瘦如柴三兄弟 三兄弟后来是不是也死了 那你这样讲就是表示 是猪门酒肉臭 鹿有冻死骨 你在你那个安稳的 小的同温层里面 你根本不觉得外面人没钱啊 我这样讲 如果王浩宇觉得台湾人多数有房的话 你有种站出来讲 所有台湾没有房的人 不要买王浩宇开店卖的任何东西 你看他明天会不会就跑到彰化去 如果你今天坐在那边 何不食肉民在那边拿政府的补助 拿党的奶水在那边做文章的话 那这个党显然已经跟社会完全脱节 尤其呢 我刚刚其实前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对陈其迈来说 感觉他一直是不是也有之前 韩国瑜情节啊 尤其2018年我那年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有下高雄做节目 那时候就是特别针对高雄做了一集 然后待了三天 那时候韩国瑜出来选 所以当然会约访韩国瑜 我们同步了约访陈其迈 那陈其迈来来回回呢 跟我们拖了人几天之后 最后他是不接受访问的 那我们也很明白告诉他说 那怎么办 那这个节目有一部分的主要的篇幅 就会给韩国瑜咯 那他们团队好像觉得也无所谓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是躺着选 就会赢是稳赢的 但没有想到后来被整个韩流席卷 那整个陈其迈呢兵败如山倒 所以我要请教就是说朱大 是不是其实上一次的轻敌 那对陈其迈来说 真的是也有点那种什么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出来了 所以呢也可以对照出 他现在对于柯志恩 大家就觉得说你们实力差这么多 那怎么开始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这个也觉得其来有志 我先这样讲 第一个翁达瑞真的是一个250人 他智商有够低了 到底怎么当上教授 真是令人觉得很困惑 你看他讲什么 柯志恩涉及论文抄袭被我揭发 扬言提告求偿1000万 哇这么好康 我要开始抄袭论文发表 每被揭发一次 我就可以提告求偿1000万 翁达瑞你真的很笨 这有邏輯上的谬误吧 第一你真的抄袭 你要跟人家提告什么1000万 对啊你凭什么 1000万是要告赢才有 这家屋是到底怎么搞 我跟你讲他家住在加拿大 Ontario 柯志恩真的行的话 早上去他家门口按店里 这种萧小之辈 就是躲在网路后面逞英豪 然后塔利班又特别笨 觉得是个教授了不得 靠以前他赚中国钱 他已经在中国大学当教授 你怎么搞错 连敌我都不分 你现在是一个跪舔 中国的教授 结果你在那边说好棒棒 好拉回陈其迈的状况 我真心觉得陈其迈的运动伤害 其实是来自于当年被 运动伤害 真是运动伤害 就是罢免运动造成的伤害 他当年硬是被罢韩四军子拉回高雄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暖男跟另外一个暖男是中央防疫主力 他们如果继续做两年下来 那轮到陈时中在那边开记者会 搞不好是陈其迈天天开记者会开两年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接班梯队要接行政院院长 那两年之后他现在在高雄 在跟柯智恩对抗 在跟激进党的一些阿萨布鲁的候选人在那边瞎混 在那边撸猫 那你觉得哪一个人生比较好 如果陈其迈可以选择的话 他宁愿继续排入接班梯队 当行政院院长之后 搞不好连副总统都有可能 结果他现在一个跌了一跤 被拉回高雄之后 他至少两任要做完 才有办法再去排接班梯队 那你觉得对陈其迈来讲 到底哪一个东西比较合理 哪一个东西比较爽 我坦白讲 高雄现在有非常多的问题 不要说治安而已 而是台积电的那一块地 它底下是有化学污染的 你能不能照时间清完都不知道 清完的话台积电能不能照进度施工 你也不知道 但是进度都不知道 结果那个房价都涨上来了 房价跟物价都涨上来了 那你去问高雄的居民 他有没有觉得过得比较爽 没有呢 最近高雄常跳电 而且还有那个叫什么 平婆什么小树的 就凑跟大便一样 那高雄人的生活品质有提升吗 我们这样讲 请大家不要以为民进党的洗脑能力 是有通天之能 我跟你讲我认识很多高雄人 他就中产阶级 他现在也觉得过不爽了 东西变贵了 然后房价变高了 可是台积电还没到 然后空气污染跟水质的污染都还在 然后又跳电 那你觉得在高雄 高雄比台北平均热上三四五度 那那么热的天气又跳电 你觉得在高雄过得很愉快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这个洗脑可能会踢到铁板 洗不成 洗到一个程度 当你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的时候 你就去问嘛 高雄物价有没有上升 台北物价也上升 但是高雄店价不涨吗 高雄开冷气的时间 难道会比台北短 怎么可能 那你1000度的花费 你在高雄是不是比较容易达到 我最近在看我的网路上面 有开电的网友 他直接说 我这条路啊 除了我之外 每一家都倒了 所以就只剩我在开火锅 那你觉得对他来讲 他会高兴吗 他也不高兴 不要再看激进党这些阿斯坦布鲁的人 每天都在那边打外界的地方 帮帮忙 激进党唯一一个选上过立委的 现在已经脱党了好吗 对 那激进党现在还剩什么 你再看一看 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 民进党选上在选举之中 他是不需要这些彻翼小党 你看看整个台北市 整个高雄市 他们有在礼让激进党吗 没有耶 激进党现在都是炮灰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握他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我拉回来讲 陈其脉真正的运动伤害是在于我本来可以接行政院长的啦 但是现在我被困在高雄是要怎么样 不管党给多少资源 不管台积电去那边多快 在他的任内都会是震痛期 你没看到他为了拆那个高铁旁边的水泥 水泥厂整个还倒下来压垮高铁旁边的那个变电站 那对陈其脉来讲是好事吗 我再这样说今年原本 所以你觉得那些什么压新闻盖新闻淡化处理啊 其实只能也是做到一个程度而已 也只能做一个程度我这样讲 原本今年要搬高雄的米其林餐厅 台南跟高雄都做了很多活动 结果疫情这样 你觉得大家高雄人民会很有光荣感 觉得好棒对不对 那你去去看魏武营 你到底一年有多少天人满为患 那其他不用讲 如果今天疫情影响这么大的话 民生消费都在上涨的时候 高雄人民不可能还觉得很高兴 那个洗脑不可能还有用 但陈其脉就更麻烦了 他又不能骂中央 他又不能说这个中央表现不好 你看那件事情 吴秀梅给他过的食药署那个快筛 陈其脉有忍吗 他没有照样干中央 对啊 为什么因为你不干中央 就变成你要吞下去 对 那陈其脉以前是可以做副院长 将来可以做院长的人 他现在跟你在那边吞食药署的 一个小官 搞出来一个烂事 我觉得这样讲 高雄现在 民怨已经沸腾 但是你问我说国民党会不会赢 还是不会赢 感谢韩国瑜 他走了之后 高雄一百年之内大概永远国民党都没有机会 但能不能够 柯智恩能不能引起千堆血 可能啊 你就让柯智恩 我们这样讲 柯智恩去选高雄真的为党牺牲 因为真的不会赢 而且最近韩粉又在做乱 又在做什么乱呢 说柯智恩为什么不要做爱情摩天伦呢 你中狗呀 那个烂政策吗 狗都不要 那你如果要爱情摩天伦你叫那个谁 我又忘了那个家伙那个 李四川啊 你叫李四川出来主持啊 你要不要叫李四川上那个爱情摩天伦 表演一下 如何用 你现在都不要 韩国已经过去了 韩粉已经是过去式 请你不要来乱 请大家不要再来乱了 不然难道找张亚中 找杨志良去选高雄又比较好 韩粉会说好棒棒 我们大家一起来 爱情摩天伦 没有啦 还请大家让韩国瑜 疗伤止痛 韩粉乖乖的待在家 就让柯智恩表现出一个正常人 能够选举的状况是 不要再让别人出事 自己乖乖任分咬牙苦撑 撑过去 反正他也不会论文抄袭啦 你看上一次 硬是推出来一个家伙 现在他连硕士都没有 李梅珍啊 对啊 那 这个不要多讲 现在愿意选高雄的人 真的很辛苦 请各方各派支持者 你反民进党 你就好好支持吧 不要在那边辱小讲一堆 什么不支持爱情摩天伦 柯正当年就被你美白小腿 害到落选啦 他现在还要支持爱情摩天伦 你以为柯正是圣人喔 不计前嫌 我也露出一个爱这个美白爱情小腿给大家看 根本没可能 大家乖乖的 认认分分让高雄就这么过了 不要想太多 大新闻大爆卦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卦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呢 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呢 输入呢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